各位上次爱好者的朋友 这一期也介绍一个马对于一个丹竹 叫我们那个习惯 一个马是很难赢一个兵 或者一个竹 因为每人一个 这个很难是能取胜 这个是刚好 这个竹利用黑竹还没有过河 因为竹没有过河不能很久 这个特点 这个马跳的比竹要快 所以它加紧时间把马跳到 能控制黑竹不给它过河 给它过河之前把它捉死了 这样来取胜 这是一个丹马草性丹竹一个残局 现在把它介绍给其友们 第一步 马一 进二 这个赶快这个马 要 这个出来了 竹三进一 这个黑竹也要赶快过河 越快越好 把这个马分开 距离这个马越远越好 控制不住 现在这个马刚好两步已经过河照章 这个也是一个朝 朝圣 假如没有将军的话 这个族一过河 那个旗就会有河了 刚好 这个叫江以后 这个 无论你 降六进一 或者是退一 都没有关系的 都是一样 是降六退一 马三退五 刚好这个卧一次 就控制这个黑竹 不能过河 现在只好 这个降六平五 因为不能走降六进一 因为降六进一 马五进六 就马上把这个竹抽掉 所以只有降六平五 只有一步骑 红方率五平四 离开那个中线 因为现在掉住 给那个黑章掉住 这个马不能动 离开那个中线以后 降五进一 好了 现在双方 就是一个子对一个子 一个马对一个竹 这个特点就是这样 好了 现在红方就是利用一个弦招 我们时光着那个弦招 就给对方 你走一步 这等于我不走了 这个等于没有没有进攻那个作用 但是它也起了进攻那个帮助做工的 因为就是要让那个黑方走 反正于你没有指好走了吗 因为只有一个两个指 一个马一个帅 你不走帅了 那个马要动 一动了这个马 竹就要过河 所以一个停招非常有用的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那个平方就不能下去了 不能降五退一 因为降五退一 因为马五进一抽 抽到那个足 它只有两步走 一步呢 这是降五进一 一步呢 这是降五停四 现在我就把这两步去 都讲一讲 第一步 降五进一 降五进一 马五进七 帅五 退一 因为 马七退九 现在呢 这等于 把这个马 调到这边来 因为这边的控制不住 那个老将 换到这边来 将为了将来这个 马九进 把抽张 现在慢慢呢 把这个老将 主要这个目的 就是把那个黑将 逼出 这个中线 他现在只有 下将 或者是不能平 平的马九进吧 他现在只有下将 下将呢 红方再来一步 他现在呢 这个停交以后 他不能再走 降五进一了 他马九进八 你一过河 他马八退六 这个族刚好就抽掉 所以就不能上将 所以就不能上将 现在就可以看出这个红方 那个再停一步 就把这个将 逼出去 不能上将了 不能过兵了 只要往这边走 只要往这边走 这一站的中线 这只有 这样 四进 这个刚好是 马九进八 这一步 就是刚才 这个时候 就是刚才这个时候 走到这一步 停之后 这个 红方就是 将五进一 黑方将五进一 现在呢 这把他 因为退了不行了 刚才说是 将五进一 将这个 回这个 回到边马 现在呢 我不走 进将 我 将五 平四 怎么样 现在结果是这样 将五 平四 马五 进去 这个很重要 这个利用于将军 把这个马的位置 调换 调到这个边线来 调整 边线以后就为了 把这个马九进八 抽这个竹 那现在不管你 这个下降也好 那个平中也好 你现在平 或者是退 现在现在退 退它 回边 这个一定要走 这个戏序不能错 因为你 你一进将呢 他那个族一过河 你过河以后 它可以平 两边平除了 禁以外 可以平 但是他没有过河之前 这只有往前一步 不能横 横走 好了 现在呢 你现在 现在只好要往这里 降四平五 再走 竹式进一 现在 降五进一 就是马九进八一抓 这个赶这个冰锅河 刚好回来 马八退六 抽了这个竹 那只好要往外走 降五平四 刚好站在中间 结果 是同刚才这个变化 是一样 但是呢 具体的有些 几步不同 总是控制着 马五进去 马七进去 然后再走 这个玄桌 逼他这个老将出来 然后再进来 再逼他两个子 这个原理 就是把那个冰 那个竹跟那个老将 逼在一边 刚好利用这个马 这个能控制八个位置 马的八个位置 就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边呢 就只能控制 这往中间呢 就可以控制八个位置 这个 这个 打约这个马在这里 它可以两边 两个 这个往前四个 退后也四个位 马咬八方 八面威风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它现在呢 这是控制两个子 一个冰 一个架 结果这个是巧性 早如 这个冰已经 这等于这样 这个呢 它一过 那就 就活了 这个怎么 招有 也加不死了 你怎么赶它 它也下来 越走越远 越跑越远 这个越来越分开 越来越 越远 这个赢不到 这个 按正常情况 一个马 是不能 赢一个 足 除非 或者是吊死了 就给对方牵住 不能离开 或者是没有过河 刚才就是没有过河之城 给这个马 利用这个将军 来咬死 这个残骑 就是这样 介绍到这里了 再次